张化县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 与张化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9日晚间在张化演艺厅举办 张化县产业转型生产力促进系列讲座 邀请企业名人有家集团朱志阳总裁主讲 5G未来工厂 希望借由朱总裁对于5G在世界布局的概念 以及未来趋势 让更多中小企业透过他的分享 看到未来让企业永续经营 我们都知道朱总裁可以说非常瑞士 他的事业横跨了我们三大洲 有52个品牌79个生产的一个基地 他的事业除了我们知道的工具 其实是世界第三之外 那可以说横跨了绿能以及我们的这个设备的这个相关的部分 那可以说非常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经营 那而且呢他们对于这个工业4.0的一个进展 可以说比别人都布局的还要快 那希望说借由他的这个对于5G的相关的一个世界布局的一个概念 以及未来的趋势 让我们更多的中小企业也能够透过他的这个分享 能够呢看到一个未来 能够去做好最好的准备 让企业能够永续经营 彰化线在王县县这种领导下呢 有家将来也能够多少能够进一分立 只要需要有家所做的 因为有家来讲 我们是在以全球布局为一个着心 我们从台湾再深耕 然后走出去 走进大陆 再从台湾跟大陆走出国境 那我相信有家这一块呢 多多少少能够对于这个彰化线的各个企业 如果需要有家把有家的经验 或者有家资源 能够分享给彰化线的各个企业 我们都非常乐意 有家集团是全球第三大工具机集团 涵盖绿能产业 产业设备等 经营非常多元化 欧洲人称朱总裁为台湾来的成吉思汉 他的拼劲值得大家学习 有家在全球布局为一个轴心 在台湾深耕走进大陆 再从台湾跟大陆走出国境 有家很乐意把经验资源分享给彰化线各个企业 达成与国际经济及产业无缝接轨 领航在地企业迎向新未来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道